大家好 俗话说食指连心 我们的手掌是人体的全息反射区 有着非常多的经络 通过按摩手掌可以疏通经络 调理气血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六个按摩手部的方法 第一个是积掌心 首先食指相扣 然后是以适当的力度积掌心 经常做这个动作 能够见脑抑制 消除疲劳 提高思维能力 同时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这个动作每次做一分钟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再做第二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敲掌心 一只手的手掌打开 另一只手握空拳敲掌心 在掌心上有一个重要的穴位 这就是劳工穴 它属于守绝阴心包警 经常刺激这个穴位 对于失眠和神经衰弱 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这个动作同样是敲一分钟 下面我们做第三个动作 推大穴肌和推小穴肌 也许有些人还不知道 大穴肌和小穴肌在什么位置 通俗点的说 就是在手掌的内侧和外侧边上 有一组肌群构成的稍微隆起的部位 大拇指的一侧叫做大穴肌 另一侧就是小穴肌 现在推的就是小穴肌 这就是大穴肌 如果是大小穴肌发青 甚至是青筋暴露 这主要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要引起关注了 这个动作同样是推一分钟 接下来我们做第四个动作 指尖对敲 将食指对食指 中指对中指 这样十根手指对指互敲 这个动作对指尖的神经末梢 有非常好的刺激 可以达到醒脑见脑的作用 老年人可以经常做一做这个动作 因为对于老年痴呆 目前还没有理想的解决方法 所以早期的预防是很重要的 这个动作同样是做一分钟 接下来我们做第五个动作 刮手指 方法是把一只手的五指张开 用另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弯曲 去刮手指 每根手指都对应着不同的经络 经常刮一刮都有不同的好处 小指对应小肠颈 无名指对应三胶颈 中指对应心包颈 食指对应大肠颈 大拇指对应肺颈 经常刮手指可以疏通五脏经络 经络通了自然就轻松 这个动作同样是做一分钟 这个动作做完以后 我们就来做最后一个动作 将两手的手掌相对 从小指开始 依次地弯曲手指 这样可以活动手指的关节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提高关节的灵活性 因为大脑和手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中年以后 竟敢经常做一做手指的运动 有助于大脑血流通畅 小指做完再从食指开始做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